哈囉我是利哥 這次的活動是最強的噴火龍 之前的活動就已經出過了 所以在去年很多人都有發過攻略 那今天我就是用餐驗嫩鬼來做攻略 招式主要帶毀念劍跟光牆 那道具的話節拍器就行了 最主要一開始攻略的時候就是要先放個光牆 降低他的特攻的攻擊力 那這邊比較容易會翻車的點就是他放暴風有時候就會中混亂 中混亂的話會打到自己 那翻車的機率就會比較高一些 那放好光牆之後就是要放毀念劍 其實毀念劍放到底也行 就直接太輕化然後再直接放到底 所以那個劍舞可帶可不帶 帶個劍舞的話就是 主要增加一下自己的攻擊力 可以增加攻略的速度 那中途他會再放一次消除 Defbuff的時候 那我再放一次光牆 看完光牆之後再繼續的毀念劍 直接打到底就行了 那因為最強的噴火龍 在去年就有出過了 所以 假如說有抓到的朋友們 那這次可能就只能把他打倒然後刷個材料 沒辦法再抓新的一隻噴火龍 所以還沒有攻略的玩家 就是在這次活動呢 就趕快把他打起來 然後 假如有打過的玩家們 就是把他打倒之後再刷個材料 就要這樣子 好的 那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我是Dey哥 祝各位遊戲愉快 再見